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认错过今天的报道 别自于土耳其的温泉鱼寮 最近流行到了丹麦 小鱼医生到底有多厉害 一起去一探究竟 传统中医历史悠久 不只东方国家 西方社会也很常见 但是中药材来源有限 如果吃到山寨板 严重时可能要人命 后果不堪设想 蜜婷你喜欢核桃吗 不是很喜欢 因为它硬硬的 可是我同学说 它很有营养价值 核桃含有丰富的养分 是很棒的天然营养食品 而对吉尔吉斯德人们来说 核桃更是意义非凡 不只是一种荷果而已 真的吗 为什么 因为吉尔吉斯德核桃林 有超过千年的历史 不但提供人们食物 工作 也陪伴人们度过漫长的岁月 甚至还跟 雅历山大大帝有关系呢 等一下 你是说古希腊的 那个雅历山大大帝吗 没错 曾说两千多年前 雅历山大大帝 带回欧洲的核桃 就是从这里来的 神秘的中亚古国 吉尔吉斯 东陵中国 北接哈萨克 西靠乌兹别克 南与塔吉克接壤 有人说 它是离海最远的国家 也有人说 这是被上帝遗忘的一块土地 为什么会这么说呢 因为它虽然有两千年的历史 却因为高山环绕 交通不便 对外相当孤立 虽然有台湾的5.5倍大 人口却只有六百万人 不过也因为没有过度开发 这里的自然资源相当丰富 眼前的这片核桃林 更是大有来头 这么宝贝是因为这片古老的原生核桃林 竟然有上千年的历史 传说当年亚历山大大地 带回希腊的核桃 就是来自这里 阿尔斯兰伯布 位在首都比斯凯克西南方 七百公里的山丘上 这里漫山遍野的核桃林 生意盎然 每年收获的核桃高达一千五百吨 我们在使用升级包装 285公里的核桃林 在915公里的大量 我只是提供 喔 我们的衣服 欠缺就会 因为我们的参与 那些人都會被捕捉 簽署河童 斷絕稻采 對森林也是一種保護 這片有歷史的核桃林 除了見證吉爾吉斯的發展 更是當地居民的衣食父母 從採集 去殼加工 到最後的包裝銷售 小小一顆核桃 為人們提供了無數的就業機會 甚至有個說法是 如果秋天核桃大豐收 一整年就能衣食無憂 為了將核桃的產值開發到最大 吉爾吉斯也不停對核桃的品種 進行改良 希望它能結更大的果 用更快的速度收成 而研究之外 專家也成立了諮詢小組 告訴民眾哪些核桃可以採收 哪些應該留下 讓核桃樹可以永續健康的生長 吉爾吉斯的核桃林 與民眾的生活密不可分 它是上天留給吉爾吉斯的資產 也是人與自然和平相處最好的典範 就像核桃是吉爾吉斯重要的經濟作物 輕鬆翠綠的感染樹 也影響著地中海周遭人們的生活 因為地中海的氣候非常適合種橄欖 據說全世界有九成的橄欖油都來自地中海 所以它不只影響了當地人 也影響了全世界 現在就跟我一起前進地中海 去克羅埃西亞看看 舉世文明的橄欖油是怎麼做出來的 美麗的教堂 一望無際的橄欖樹 這樣的景象是地中海沿岸常見的風景 因為氣候特別適合種植橄欖樹的關係 全世界的橄欖油 大多來自這一代 不過在介紹橄欖油之前 有一點要跟大家分享 那就是做橄欖油的橄欖 跟我們平常當蜜餞吃的橄欖 其實是兩種不一樣的植物 當蜜餞的橄欖是橄欖科橄欖樹的長綠橋木 最高可以長到35公尺 生長於中國南方 而拿來榨油的油橄欖 是木溪科木溪藍樹 高度在8到15公尺之間 生長於地中海 可能因為果實的樣子長得很像 常常有人搞錯 而為了尋訪好的橄欖油 我們來到地中海北岸的 克羅埃西亞 據說伊斯特拉半島生產的橄欖油 這兩年成功逆襲 取代了義大利托斯卡尼 被評選為世界第一的橄欖油產地 做出好油的秘訣是什麼 除了辛勤的照料 還要有得天獨厚的環境 有天食 地利 人和 讓這裡生產的橄欖油 有既苦又辣的獨特風味 尤其在品油的過程中 感受特別強烈 少少少少油在嘴巴 像這樣 然後我們把嘴巴移放在嘴巴 然後把嘴巴移放在嘴巴 然後這樣 然後吸收 用這個技術 我們必須認識兩件事 首先 這裡的酸味 所以油會很酸 在這個地方 然後這裡的酸味 很酸 除了又苦又辣 這裡的油還很香 拿來搭配美食 可以發揮絕佳的效果 在過去的結果 我們看到了 這幾個月 顯示了 油的質素 會增加了 新的味道 新的味道 新的感情 每年每棵橄欖樹 平均可以製造三到四公升的油 而它旺盛的生產力 可以長達幾百年都開花結果 為地中海沿岸的人們 帶來健康與希望 健康的橄欖樹 就能榨出健康的橄欖油 伊斯特拉半島上的橄欖油 是貨真駕駛的地中海黃金 專家在傳統中不斷求新求變 精益求精 終於獲得世界第一的肯定 說到荷蘭 大家都會想到玉金香 玉金香不只是荷蘭的國花 野外荷蘭帶來了幸福 美麗以及滿滿的鈔票 有一群熱愛玉金香的花農 他們走過許多地方 把自家的玉金香 從荷蘭搬到了意大利 他們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一起去看看就知道了 荷蘭的國花玉金香 歐洲人叫它魔幻之花 因為它品種繁多 色彩豔麗 大片種植起來夢幻又美麗的模樣 能給人帶來滿滿的幸福感 如今熱愛玉金香的一對情侶花農 從荷蘭來到意大利 為的就是要打造米蘭最幸福的地方 我們的目標是做最開心的地方 也因為很多人看到 有這麼多顏色 他們說這是最美的地方 我看到的地方 懷著夢想 柯曼花了兩個月的時間 在意大利四處奔波 最後終於在距離米蘭北方 十一公里的可爾納雷多地區 找到了適合栽種玉金香的地方 譚讓 我們從來到意大利 開空於以自由 和越來越度歷史 就有些年久 差不多 欸娜指教我們 為何我們要開始這間社員 在意大利 然後我問我們 在意大利 所以我們就去大利 要做那裡 在羅馬或 在米蘭 他來邊 冬天 去找它 去找它 我們以為越來越來越來越遠餓 威大利 他們在這裡種了兩公頃 一百八十三個品種 總數約二十五萬朵的玉金蝦 這是義大利第一座玉金蝦花園 也是一處可以自己動手採玉金蝦的地方 所以當花園開放 大家都很好奇 真香想來這裡賞花 人們有幾個星期的時間探訪這些荷蘭來的郊客 在裡面玩耍 拍照 樣樣都行 這裡不用門票 只要買兩朵1.5歐 總計三歐元的玉金蝦 大約台幣一百塊 就能開開心心的帶花回家 那當然是一個美麗的地方 然後還有自然的美麗 還有顏色的美麗 還有其他最愛的顏色 所以我們很幸運 讓他們有 美麗的花朵療癒了義大利人的心 搬花活動大成功 它不但讓愛花的義大利人 多了一個踏青走春的好去處 也讓柯曼對明年的花季更有信心 這麼美的一片花田 真的會給人幸福的感覺 不管是核桃 橄欖還是玉金香 這些經濟價值很高的農作物 都是人們的心血結晶 也改善了農人的生活 所以在享用大餐之前 要先想到誰知盤中森 歷歷皆辛苦 好好感謝一下農人的辛苦 你聽過溫泉預料嗎 這項特別的服務 最早是來自於土耳其 當地人發現有種小魚 在繳不到食物時 會吃生物的皮屑 就把這種魚帶進土耳其域的文化中 替人們去除尊重的死皮 現在小魚醫生也游進了丹麥 一起去看看 小小魚兒穿梭在玻璃魚缸內 自在悠遊 但這裡可不是水族館 人來人往的丹麥哥本哈根街上 這塊招牌特別醒目 微微風潮的魚之吻 吸引了不少下班後想放鬆的人 前來嘗鮮 雙腳一伸進玻璃缸 小魚就像磁鐵一樣 本能吸得上去 溫泉醫療是透過生活較高水溫的 淡紅磨頭魚和大口四針小禮 專門著食人體的老肺角質和皮屑 達到神奇療效 甚至能幫助肝癇病患症狀好轉 因此這種小魚就被稱為溫泉醫生魚 財恩卓 根據統計 全球3%的人口 皮膚受到肝癩的問題困擾 這種慢性疾病又被稱為 牛皮癩 或是銀血病 無法根治 容易復發 讓患者身心煎熬 因為我沒有找到 腥癌症 在英國 英國 英國 所以我沒有得到醫療 讓患者完全治療 受肝險所苦 遍尋藥方的患者 終於在溫泉魚療的發源地 土耳其找到了舒緩之道 這是病患者的一種病患者 每次醫療的病患者都會重新 我們非常重要的 我對這病患者的患者 這病患者的患者 能夠使用一年 甚至兩年 能夠使用一年 一年 兩年 能夠使用一年 早在數百年前 土耳其人就發現 來自幼發拉底河的小魚 不但會使用浮游生物 或動物身上附著的生物 還能生活在30到34度的熱水中 喜歡習慣成癒的土耳其人 並開始將小魚放進池內 治療各種皮膚疾病 效果讓人大呼神奇 身長只有短短幾公分 卻是想一力大功 溫泉魚療從亞洲一路風行到歐美 雖然大受歡迎 也出現了不少爭議 專家警告 如果多人共用池水 小魚很有可能 變成細菌的傳播者 造成感染問題 美國某些州 也已經禁止魚療方式 為了讓溫泉魚療泡起來開心又安心 業者的衛生要求當然也要更加講究 哥本哈根這家魚之吻 除了每個人都有自己專屬的魚缸 客戶下水前也必須先徹底清洗自己的雙腳 腳上也不能有任何的傷口或是傳染疾病 過去被用來治病的小魚 現在倒成了替人們去繳集的好幫手 冰婷你有給中醫針灸過嗎 沒有欸 看起來好像很痛 可是我奶奶卻說沒有感覺 而且很有效 但是我有吃過中藥 超難吃的 又不是吃糖 是藥丸嗎 不是欸 是那種很多藥混在一起的藥粉 除了台灣 中國大陸 別的地方還有中醫用中藥嗎 傳統的中醫已經有三千年歷史了 除了亞洲地區 西方社會的接受度也很高 可是中藥藥材大部分是植物 難道是這個地頭重嗎 英國研究中藥的醫師 他們也遇到了困難正在想辦法解決 現在就跟小鼠夫來看看有哪些問題 又要如何克服呢 你知道嗎 花草樹木除了用來吃 觀賞 很多也可以當藥物 在習慣用中醫藥的亞洲地區 鑑定藥用植物很方便 但是在歐美地區 因為知識與技能的不成熟 便是藥用植物的能力就要加油了 比如說溫博 也叫做木梨 據說比蘋果更早流行全世界 果實可以生吃 還有大量維生素C 應乾後也可以當藥材 木蘭家族致病力超強 在中藥裡 樹皮叫做厚破 花磊乾燥後入藥 中藥名叫做新疑 你看出來了嗎 植物的名字和藥名差很大 而且白馬 飛馬 並非所有木蘭鼠的植物都有藥用功能 漢放醫藥的歷史超過三千年 現在流行到一百多個國家 卻沒有配套的資料 用起來總會怕怕的 幸好有新人看到問題 早早就開始準備了 這是一種主要的原因 我們在寫了我們的書 為了推特地推特地推特地 推特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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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16年編出這本中醫藥草圖鑑 詳列植物名稱 生長時期樣態 入藥部位 還有各品種的藥性差異 藥材來源的穩定也很重要 每年光是從中國賣出的藥材 就有80億美元 某些藥用植物其他國家也有種 但沒有專家認證成分與強度 藥效到不到標準 不能掛保證 不過有些中醫師想法不同 你的藥物的質量到底是用什麼標準來衡量 是醫生的標準 而不是工廠的標準 也不是一個質量檢驗局的標準 因為他們可能只關注於 某一味藥的一種兩種成分的質量 而不關注這個藥整體的性質 所以我們說你的質量好壞 是醫生在臨床使用它 能不能達到醫生所需要的那種治療效果 用這個做標準 中國是中藥材最大的出產地 現在問題來了 買的人變多 產量不變 造成供需不均 刺激藥材甚至假藥材就出現了 結果就是吃了病不好 甚至引發其他健康問題 中醫藥進入西方社會的健康醫療系統 醫護藥師的首要任務就是確認藥材的真實性 比如這個貝母用囚禁入藥 我們咳嗽或有痰食愛吃的琵琶糕 裡面就有貝母 可是都做成糕怎麼知道是真的穿貝呢 李昂博士說過去二十年來 很多錢投入了中醫藥的研究 卻很少人關注藥材是否來自正確的品種 這本圖鑑記錄了兩百種藥用植物 他希望能變成買賣中藥的必備手冊 當作中醫師 中藥師 健康立法執法人員 在執行業務的依據 保障用藥安全造福更多人 感謝您收看今天的節目 超主播看天下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拜拜